那个资料剖析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 大概重点 选的时候特别需要不要选到B1 然后这些细节 最后我有把那个我录制完的东西也贴到这边 但是我的习惯是这样 录完之后我一律还是会把那个注解加上去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注解加上去的话 你未来是会忘记你那个步骤到底做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有些同学就是录完就算了 反正就放那边 可是你隔一段时间回来看 你根本不知道你录了什么东西 那一段你录过的程式 基本上就变成没有用的程式码了 那其实有些程式码是可以 叫回收再利用的 因为录过了你不要再录了 每次没事一直录 比如说以后的话要下载程式 下载网路上的资料 其实上面这一段 你可以改一下就可以拿来用了 只要改哪些地方 URL 更改什么呢 WAVETABLE就好了 我一直强调WAVETABLE 就是第几个嘛 反正你要下载 可是你要算一下 有些会躲 那个标签有时候会重叠哦 你要算对之后的话呢 程式不用重录了 马上就可以拿来用了 你不要没事又是一直录同样的东西 干嘛一直录 所以录完之后呢 你要懂得把它怎么样保留下来 然后最好的方案就是加上注解 所以刚刚的资料剖析这个加一下注解 然后最后的结果啦 这个我做完的结果程式在这里 那等一下请各位思考 可能延伸性的 如何再把它分为48页 48页 有点像什么 之前是一个小咪 一个结果 一个菜头 一个结果 有没有 我们有个清单 不过因为这个地方 它的好处是1到48 其实不用清单啦 当然你要清单也可以啦 自己要拉1到 可是好像有点 你感觉I本身就是1到48啦 所以不需要清单 那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 一个放一个 一个放一个 1到48 有什么方式 前面有做过啦 只是你要怎么样改成我们要的结果 那可能时间会比较久 所以上个礼拜也做过什么 进度状态率1到48 有没有最好的 直接下载 然后一个资料状态率 那个状态率就跳出来 然后就1到48 下载 下载 完了 就隐藏起来 这个可能有点难 但这个延伸性 请各位试一下 怎么做底下也有啦 如果尽量自己想想看 外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也先说